本年未來後安大白的貨花 因為久沒修理 很多地方的出現破損 不僅只能用刷包先撞到的 有地方的民眾的煩惱 如果是落大火 可能就會墜水災 第五 何川教是說 會趕緊來提報 請見各位 這是一大瓶的蛤蟆湧熟地 民族有10多公斤 當地湧熟悉民就歡樂 如果刷包開到的海水渡管 將會損失餐中 當地的民族就表示 民族這幾年來一段企業 經過落大火 落大火的土地 今年的褲蟆湧熟悉的四次 根本就無法好好付出的衝刷 現在只落大火 川民就很歡樂 希望相關單位可以騎走來修身 規劃辦好 做整體的治理 這個是屬於比較長期的部分 那短期的部分 針對一些急要斷的部分 可能就先報災害復健的方式來應急 另外台西鄉有材料大白 吹海口的水渡門 用鐵刷的無法進行開關 文館府主理處趕緊吊土起了衝刷 一甲土地基礎鎮定疏痠 當地用上好也歡樂 如果這個水渡門被風刺 未來落大火 又碰上海水麻辣 環境有幾個9000公斤的用小区 順勢三點 繼續有幾年沒到